领导 领导 多少次跌宕 多少次彷徨 当梦也没生长 输掉了伪装 出发 三 二 一 下朗朗是吧 嗯 下朗朗 赛事浮华 帮小孩子 小孩子 给大家败钱了 这就是夏朗朗 后来她说 自己选择 哭着也要走完 朗朗 我真的 啊 汪汪 这就是我们宿舍三号床的 皇甫书名 别人是公主 她是公主病 从公主车女王的路上 充满了很多关卡 而最大的关卡 就是恐惧 哈喽 联通了吗 大家好 我是樊德贝勒女儿樊潇雨 天空越黑暗 星辰越璀璨 继续所有能量 只围绕 这夕阳被照亮 十八岁 我怒入小鸟一般 第一次独自飞出家 啊 突然 有点期待这四年的时光 机智的樊潇雨 造起来 杨嘉倩 这是我们四号床的大姐 杨嘉倩 我叫杨嘉倩 你可以喊我全名 或者 喊我嘉倩也行 庞性思大胆 抱着我的蓝角风啊 你不是幻想 你不会只是我 不变的形状 我经常觉得看不清子 他到底也聊了多少声称 后来的故事告诉我 他可太没有认识了 关于他的故事 敬请期待 机智如我 可不能一次性就把故事讲完